北七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生安的法师 就是生团的生安全的安 生安法师 他自出家以来 那么精心的守戒 奏禅还有讲解佛法 非常的精进 北七文先王 前面讲的那个静柱子 那个时候他在王乌山上 带着二十多位的弟子 为他们讲解这那盘经 就在他刚要开讲的时候 有一只母的这个字迹 突然回来 到这个讲堂 就要安静的趴在地上 听紧 而生安法师跟他们弟子们 休息吃饭的时候 这个字迹也会到外面去觅食 往后呢 往后呢 每个晚上 只要生安法师开讲 这个经典的时候 自己啊 也都会很准时的前来听进 那等到第三件经将要讲完的时候呢 这个自己就没有再来了 那弟子们就觉得很奇怪啊 大家议论昏昏的 生安法师就告诉他们弟子们说 说这个字迹已经舍抱 转头到人道当中当人去了 所以也不需要感觉奇怪的 那么在 在北齐后祖五平四年 生安法师带领着弟子们 前往到岳祖去休息苦恨 在途中 生安法师呢 忽然呢就讲 从前那一只字迹啊 现在就出生在这个村庄里面 说着说着带领着弟子们呢 就前往到其中一户人家去 到了门口 站着呢 就喊啊 字迹 字迹 就喊这个字迹啊 一叫的时候呢 有一位女子从房子里面走出来了 他见到这个师父啊 感觉一见如故 非常的欢喜 就向这个师父典礼啊 并请这个生安法师跟弟子们 到房里面准备这个栽菜 来供养他们 这位女子的父母啊 看到这种情形也感觉很奇怪 不晓得 女儿为什么啊 会招待啊 一位啊 素不相似的这个出家人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生安法师就请问这个女子的父母 说你的女儿为什么取名叫做智姬啊 这个女子的父母就回答说 因为她出生的时候 头发长得像智姬一样的 所以就取名叫做智姬 那这个生安法师听了 就笑一笑啊 这个女子的父母也不晓得当中的缘由 为什么女儿出生的时候 头发长得像智姬的毛一样的 就问啊 说大师 为什么你知道小儿的努名叫做智姬呢 于是呢 生安法师就将十几二十年前的在王乌山上讲经 有一只智姬啊 会来听经的事呢 讲了一遍 给他们的父母听 这位女子啊 听到自己前世的故事呢 深深感受到活法的伟大 袭击而弃啊 就要求父母 让他出家修行 这个父母也认为啊 这个小孩子跟活法非常的有缘 他就欣然同意啊 于是呢 生安法师师徒们一行 就在他们家呢 住了一段时间 并且为他讲解这个内盘经 而这个字迹也好像呢 原本就学过一样的 很快的就了解啊 经典当中的异离 牢记不忘 但是呢 讲到了第三件之后 就再也不像前面那样 一听就懂了 讲第三件之后就不是那样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听到第三件就往生了 后面没听到 这字迹啊 听闻 听闻活法 种下的善根 今世呢 不但啊 转头 做人 也深入活门继续来修行 他能够很快速的了解内盘经 前面三件的内容 似乎就是因为前世啊 听经 残存的记忆 就是欧赖耶事里面的这个善种子 所以啊 我们学佛 不要怕听不懂 熏悉 熏种 多熏啊 多熏 说说解法很难啊 一边听不懂没关系 听第二遍 听第三遍